伯父怎样猜欠我,我照样猜欠你们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讯息的一个主题的经文 每逢到暑假我们过以浸讯会就相当忙碌的 刚刚在两天前我才搬送我们的弟兄姐妹 去到多明尼家共和国那里短宣 这次是很特别的一次是我们粤语堂为主的弟兄姐妹去那里 而且今年是我们暑期这些短宣事工参与的人数是一个突破 破了一个纪录 但是距离教会预期的还未够 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计划 希望我们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回众 百分之二十五的回众都有参与在不同的宣教和传福音的时工上 二百宣的人有多少呢 应该是百分之十几 如果是以我们教会一千六、一千七人来看 我们教会大约要四百人 超过四百人才是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当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 都为我们自己祷告 神有没有感动我们呢 神有没有感动我们呢 我们真的要去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讲了很多宣教 其实什么叫做宣教呢 什么叫做猜传呢 你发觉有关这一方面的说法是相当混淆的 有些人又认为如果是猜传 就一定要将人猜到去远处的地方 在那里来建立教会 猜传猜他出去 有些人说 其实只要你去到哪个地方呢 你奉耶稣的命 奉耶稣的命 在那里去帮助当地的人就可以了 那就是宣教了 那跟那些一般的慈善有什么分别呢 除了我们基督教之外 还有很多机构都会做一些慈善 他们都会去到哪些地方赈灾 那我们跟他们有没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我们讲耶稣的名字 有些人说 如果要叫宣教 就一定要去到不同文化的人的当中 用异文化才叫做是这样 这些的说法很多很多 我今天也不想捲入在各方面的争论里面 其实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 教会有一个叫宣教的历史 当中去看 其实有关宣教的观念 是随着每一个年代 每一个不同的环境 会有多少的改变 不过无论它怎样变成 一定走不出 他们应当以圣经的意思为主体 所以今天 或者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其实今天已经讲到第四次了 我们这个题目其实是想 帮助我们 从圣经里面 圣经如何去描述大使命 通常我们只知道马太福音的大使命 大家都很熟 去宣教的人多数都很熟 其实四福音每一个作者 他都有去描述耶稣基督叫我们的大使命 吩咐给我们 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次数 都讲了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讲题 我们希望从圣经里面去看看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到底那个意思在哪里 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所谓宣教的意思 今天我们是第四次 我们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 那个书打错了 不是一 是二十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找到呢 其实打开圣经有很多好处的 你可以在前后文去看 或者你跟着 《荧光莫》 我请你一起读这一段经文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请 好 谢谢 我们曾经已经讲过《约翰福音》 亦都讲过《路加版本》的大使命 那个其实继续在《使徒行传》 今天我们来讲到《约翰》 《使徒约翰》 被形容为一位最懂得体察耶稣心意的《使徒》 因为他和耶稣很接近 当耶稣受难的时候 那些人都走了 唯有是约翰留在主的旁 我们相信 从《约翰》的记载 从《约翰》的观点去 解读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 相信是很有启发性的 刚才大家读了这一段经文 你也看到我把这几句特别的画出来 用不同的颜色 《乎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我们今天以这里为主 下次我们再讲到后面 讲到权柄的问题 先讲一下差遣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 喜欢或者不喜欢也好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角色 你可能是被人的丈夫 被人的妻子 同时你可能是被人的儿女 被人的父母 或者你是我打工的 我是被人的故人 或者你是做老板 无论如何也好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我们也有一个不知一个多个的身份 每一个身份有它特别的意义 每一个身份它是带来一些的权利 带来一些的义务 义务?是的,你走不开的 或者叫做责任 譬如 你是儿子的 好像我的儿子 他们已经大过了 他有时 他喜欢回家 他就打电话 我什么时候想回家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因为这是他的家 这是他的权利 他回家 他又开始 他大过了 他明白 他又开始 一起来到 他在家里 同事一起去负责任 去叫顾家 他们小时候 洗碗 洗碗 只是洗碗 煲餐 不需要的 星圆 就是骯髒 骯髒的 这些就是小时候 现在大过了 回来 知道 自动自觉 看到忙 就帮忙 做得起起理理 你看到 每一个身份 都有他的权利 还有他的责任 或者叫做义务 那门徒 被我们猜显 被耶稣猜显 他到这个世上来 亦都有他一个特别的身份 其实不止一个 不过这个身份 对我们影响很大 对我们影响很大 其中一个女客 或者叫做寄居者 我记得有首诗歌 他说 我是客女 我是流浪者 在醉我众培会 我忘记这歌词了 必有恩惠以前 爱随着我的首歌 主明一定懂这些歌 我是客女 我是流浪者 为什么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世上 我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痛苦 不过不要紧要 我向往的是一个天家 很荣美的天家 又或者 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客女 我是寄居者 所以我不要执着 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利 得失 因为这些都带不走 对不对 当我们看我们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是客女 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的观念 有这样的心态 其实客女寄居者 虽然我从诗歌出来 其实有圣经根据 这个希伯来书 在十三 十一章十三节的书 都说到 他说当时古代的信心伟人 他们怎么 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 是寄居的 他们是这样看的 比特前书 二章十一节的书 他就劝那些 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人 你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这是很特别的身份 原来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女 是寄居 如果我们是客女 是寄居 你会发觉 客女 寄居者 他有一种特别的心态 他会觉得 在这个地上 我在这里寄居 知道吗 这些人 做什么 关我什么事 他选谁做总统 都不关我事 我都不是这里的人 发觉我对世上的人 好像有一种隔离 不是最有关系的感觉 他还他我还我 因为我在这里 只不过是客女 我作客 这种叫作客的心态 客女的心态 寄居者的心态 耶稣基督 都是受差遣来到这个世上 他说父怎样猜我 天父上帝将耶稣猜到这个世界上 如果耶稣的心态 是一种客女的心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一下 如果耶稣是寄居者的心态 这个世上的人 他们灭亡便灭亡 关我什么事 这个世上的人 如果耶稣是有很多的労苦 労苦担重担 我为什么要叫他来我 如果耶稣也是 以客女寄居者的心态 今天不会有教会 目的是说 这是圣经讲的 没错 是圣经讲的 圣经讲得很对 不过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了解错了 希伯来书是如何呢 是主后七十多年的时候 犹太人已经被毁了 犹太人已经亡过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觉得很难以想象 他们说 神啊你不是看顾我们的神吗 为什么一次两次养我们亡国呢 这是你的圣殿 为什么你眼睛看着这个圣殿 给人这么消灭都可以 神啊你在哪里 他们是这样看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安慰他 告诉他们 不是的 神一直看着你 神还有一位大祭司在看着你 让他们安慰他们 叫他们看见在这个世上 你们只不过是客虑 你们面对的困苦 其实是短暂的 他是因为这样的意思 才说他是客虑 彼得的时候 也是当时的教会 那些信徒 他们是受迫白的 于是彼得就告诉他们 你不要根根计较在这个世上的得失 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客虑 我们向往一个更荣美的天家 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说 但如果我们收拾了这件事 就全部apply在我们身上 那就有点糟糕了 所以 如果从耶稣的角度去看 我们是另外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 其实是很重要的身份 却是时时给我们疏忽的身份 这个是什么身份 是一个受差遣者的身份 因为耶稣他说 父怎么猜我 我就照样猜你们 在耶稣的祷告的时候 他说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耶稣叫父神 不要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 要留在这个世界 我只求你救他们 脱离那个恶者 所以 门徒在这个世界上 被猜猜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耶稣被猜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耶稣是怎样的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功 耶稣又说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按猜我来者的意思行 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 是受父神猜猜来到这个世界上 被猜猜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遵行猜猜的人物 他的旨意而行 幸好耶稣不是看他是客女 耶稣看他是一个仇猜猜者 他有他的使命 我们刚刚读过这一句 父怎样猜了我 我也照样猜你们 其实 我们刚刚读的只是看了第一次 同样这句话 约翰福音里面提了两次 我们讲到所谓的大使命 马帝福音讲大使命说一次 路加里讲到大使命 其实在《事道行传》里面说也是一次 马可亦也讲到有关大使命也是一次 唯独约翰单单提到这句话 说了两次 另外那次在哪里呢 另外那次呢 记载是在耶稣的祷告里面 十七章十八节 十七章十八节 当他说不要叫这些门徒 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后面小说他就说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这个是耶稣基督向天父上帝的祷告 来到这个世上 天父上帝如何猜猜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上 说得很清楚 在世上 同样的猜猜 你和我今天在这个世上 既然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受猜猜者的态度 和一个客女的态度 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既然耶稣说到天父上帝如何猜猜他 他就照样猜猜我们 很重要的 我们要必须去明白 去看看天父是如何猜猜 圣子耶稣基督的 天父是如何猜猜他 他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猜猜我们 所以我们应当了解一下这个 好 好 我们看看神是如何猜猜耶稣的 第一个很重要的 天父上帝猜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最大的使命 就是在这个地上 建立上帝的国 或者称为天国 耶稣不是来到这个世上 写生救罪人吗 是的 救罪人其实都是为了天国 天国是耶稣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耶稣在这里 来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这个天国 将来他再来的时候 这个天国就是完全的实现 我们不要以为神的国度是讲到将来的事 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 你和我其实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这个讲题第一讲的时候 就很讲到这个国度的心态 国度的意识 其实已经来了 不过要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 才完全实现 当这个国度 完全实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他就会取代了现在这个世界 所有其他的国家 所有的政权 他会取代那些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些地方是一个不完美的 是一个充满了罪恶 充满了邪恶 充满了憎恨 充满了斗争 你看到 事事都不是你杀我 我杀你 那些 有些异教人的残忍 我们都真的很难想像 耶稣的国度再来的时候 就完全实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会取代这一切 这个破坏不堪的世界 将会被取代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受差遣 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为什么神要将耶稣基督 差遣到这个世上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爱 神爱世人 这个你们都很熟悉 甚至将他的独生指指急贪汪 叫信他的人不自灭 亡反得永生 我们很熟悉这一句经文 这个是爱 是因为上帝爱他的百姓 所以耶稣就来到这个世上 为了这些有罪的百姓 来献上他自己的生命 在十字架上 以至那些信他的人 可以罪得赦免 最重要是进入天国 最重要是进入神的国 这是因为爱的缘故 第三 父神差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叫做全天国的好消息 即是福音 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有时你说福音 给一些未曾听过圣经的人 他觉得很奇怪 什么叫福音 好消息 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 全天国的好消息 耶稣一出来 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就是说到天国 约翰也是同样的信息 甚至耶稣差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出到那些人当中 都是说到天国的信息 为什么要说一个所谓天国的信息 因为上帝的国是关乎万众万民的 是关乎上帝的国有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很好的消息 所以他们传的是天国的信息 就是天国的福音 今天呢 你发觉呢 不知不觉的 基督徒呢 在这里传一个叫做得救福音 传得救的福音 其实之前我讲到也提过 不是错 不过焦点是不同的 得救的福音如何呢? 强调你认罪悔改你就上天堂 将来我还记得一个经常传福音的就是 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呢? 你死后不能上天堂 死后上天堂 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日子 我们的福音的焦点在那里 但是耶稣 你发觉耶稣从来没有说这样的 整个四福音使徒行转里面 说的福音都是天国的福音 说的都是上帝国的福音 耶稣的福音、平安的福音 没错 福音是有得救的 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提了一次 而且是形容这个福音 使人得救的福音 所以 为什么要讲天国的福音呢? 原来天国的福音才是一个原备的福音 因为为什么? 你不是单单得救上天堂而矣 你得救了之后 是开始做天国的公民 做天国的公民不是将来的事 是你现在就开始 现在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学习去过一个天国公民的生活 不是过以前的生活 那天国的福音是很整传的 耶稣所传的是天国的福音 为了使人能够进入天国 耶稣必定要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去完成这个救赎 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才可以罪得赦免 进入到天国的内面 因为耶稣也说过 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 所以要重生 要得救 一定要唯有接受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用他的生命来做代价 正就了这个救恩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自灭 王返得永生 是不是我们听得很熟 耶稣又说到 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除了他之外 是别无拯救 耶稣很清楚做的意思 这些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 最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完成的事工 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不可以说太多了 我们知道这个之后 那上帝也是照样猜我们做什么